大家好我是蛋蛋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蛋蛋 歡迎收看今天的Shutters牌組介紹私教 那今天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應該是12月31號的晚上了啦 那也是今年的最後一年了 不管你有沒有跟到實況還是一樣在這邊祝你一生 這個今年的好事跟隨事就到今天為止了 不管你今年過得如何 如果過得很好的話也希望明年可以過得一樣好 那如果你今年過得比較差的話 沒關係今年也是最後一天了 明年就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在這邊預祝各位新年快樂 好的那我們首先要來介紹這套套牌是這個武裝龍的部分 因為很多人在敲碗這個套牌 那在昨天最後一天的實況的時候 也在天梯上面打出一個八連賽九連勝的成績 表現還不差也是一個TEMPO牌 基本上我目前介紹的牌組的性質都還蠻像的 幾乎都是TEMPO牌啦 應該說我自己覺得這版本的TEMPO牌是有點大放異彩 蠻讚的我自己蠻喜歡這版本的 好那首先構築的部分呢 我有帶到了兩張的鋼爪看守者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321 這張雙龍的引導 他是原始消費為1以下的從者都會抽牌 所以你在3費的時候打可以打3加0 去直接過到兩張牌 還不錯 然後如果你先手有的時候會有2跳 那2跳之後會接4費 4費可能是2加2或者是3加1 5費的時候通常 節奏有點尷尬 那這個時候可以打一個暴能5 在你先手這邊補一個牌 其實蠻多時候我都會這樣打的 所以效益還不差 我這邊帶著兩張 有機會去做使用 那接著1費呢 就是把這個玉龍猿跟戰錘帶滿 然後2費有去帶上了這個佛雷亞 佛雷亞的話在這一套 會拉這個武裝從者跟巴鈺 因為我們有帶鋼爪跟758 有帶兩個這個巴鈺的從者 所以是有機會拉到他們的 但是因為整體的話還是武裝濃度比較濃一點 所以拉武裝的機率會高一些些 最主要也是幫我們拉武裝跟過牌 就算拉到巴鈺其實也沒有很差 所以 但這個位置你要不要帶 我就看你個人 我自己是覺得帶了還可以 那還有的話想一下 其實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大同小異的構築 就是這一個版本的武裝龍會帶的東西 那稍微提一下758 758的話在這一套可以當1費的過牌 那也可以當這個7費準時拍去做一個掃場 也還行 這邊帶兩張 那有的人可能會去帶那個332 就是加加會分裂的那個 那這版本的話我自己測了幾把 發現其實好像沒有真的很厲害 除非你能夠0加3 然後他沒解乾淨 下回合再獄龍園再巨神 不然給的場壓並沒有到特別的厲害 所以我最後沒有選擇投入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構築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目前打起來還蠻順手的 好的那我們就馬上進我們的實戰片段第一把 來看一下這一套武裝龍要怎麼玩吧 好那我們這邊看到我們的實戰片段第一把 來看一下我們對到的是烏絲 這一把我們是後手 來看一下起手 起手的話一樣找tempo 因為畢竟我們是tempo牌 找tempo好一點 這個 3張武裝從這還行 3張武裝從這還行 然後有滅尖艾龍還可以 看一下 是充能法 直接一身探究去找牌 下一層的話可以三項直接加 如果他沒解掉的話 節奏還不錯 好他沒解掉 那我們就三項直接加然後去敲頭 他的節奏看起來是天差喔 那我們也不要浪費這個機會 直接把他看能不能把他頭敲喔 這張目前是兩個武裝嘛 所以 等一下 是可以解完的 只是要想一下下一手要打啥 下一手可能會打 2021嗎 2021 因為這是傷害嘛 這個順刃龍忍的話 在你解完之後 他是一個傷害 所以可能會打一個2021 我們這張是被 偉大意志的 好那我們打2 0 2 拿一張 喔 再一張1 可以 那我們就這樣子 加進化 然後 插頭 現在是打0 問題不大 接著就是 看夏萊特 滅劍龍有沒有機會尻到 如果夏萊特滅劍龍 你覺得尻到 還可以 或者你要想 看要不要滅劍龍 直接開擺爛模式 擺爛模式的話 對手 就必須要交 美魯提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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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對 就要交這個才有辦法解 然後他這邊先打一張出來了 恩 我個人可能還是會開 爆裂模式去拼傷害 就是 因為他目前看起來是偏卡的狀態 那在偏卡狀態下的話 呃 我們打的傷害都是扎扎實實的啦 所以我自己如果等一下要打 應該還是會直接爆裂模式 然後夏萊特利用 順了龍人再加上 戰錘龍人的傷害 去做斬殺就可以了 又卡又卡 那他這邊 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武裝任務解不完 喔他這樣子我們有機會解完了 兩個 兩個 這邊撞塔喔 欸 這邊撞塔 有點小意外 啊 就 自殺 這個撞這個 然後直接 爆裂模式 打 7點 他就剩10滴了 恩 傷害直接衝嗎 傷害直接衝好了 喔不對 我手上其實還有粉碎 所以剛剛是可以 撞 然後這個1可以敲走 哇 少敲到了 可惜 不過應該還好因為 痾 雖然大家都說充能法 那個T6 T6就殺 可是 既可以從前期的手牌 的 甩牌的 順序去判斷出 他這把到底是順還是不順的 從前面其實我就一直在講 他真的是偏卡 喔 這把很明顯是偏卡 所以要斬我真的沒這麼容易 那這邊的話高機率就架一個 破四下來 去擋一下 但他還要把我們長解掉 喔有第二張環刃 可以 那他就是會利用環刃去做雙減之後架破四吧 沒意外的話應該會長 還是會出意外 不出意外要出意外了是不是 冰獄 破四沒下來 那他張人就沒了 那我們就直接再一張爆裂模式 好 滅接龍 然後壓進化 爆裂模式 直接再七點帶走對手 非常非常順的一個TEMPO牌啦 如果會玩前面我介紹的幾套TEMPO牌的話 要玩這一套武裝龍 我自己是覺得也沒什麼毛病也沒什麼問題 因為就是解個武裝任務 解著解著 然後利用爆裂模式去敲頭 然後或者是0加0加6 然後給這個法魯特壓進化點 做一個完全體的法魯特 其實蠻多對局 對手都不太舒服的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玩法 好的那我們看我們第一把實戰片段之後 馬上來看我們的第二把實戰片段吧 好 現在有到巴哈百萬了 昨天JJ玩的那一套 我昨天關台有看到JJ在開台 我有點進去看一下 我有看到他在玩百爛龍 謝謝雲安 到底有什麼魔力幹我也很想知道啊 到底有什麼魔力幹我也很想知道啊 我也很想知道啊 我也想知道 幹嘛啦幹嘛啦 有 有 一直敲我頭 欸 我以為他會一直敲我頭 不要跳啊 好像不用跳欸 不要吵 不安 就算了 脫过来 欸? 打鼓嗎? 我幫你玩街牌龍船漫把自己氣死怎麼辦 多練習啊 不然怎麼辦 我這邊沒有外掛可以賣你 多練習啊 不然怎麼辦 別人玩不會氣死 你玩會氣死 那就表示你玩的哪裡出問題了嘛 那就多看多學啊 昨天打了一個十三連勝 去發現我那十三連勝怎麼打的 然後再想一下 我跟你打的哪裡不一樣 不就是這樣嗎 要進門 就不在意 他說那一打不斷 你耳心的 沒有 我以為你會有任何人的 我以為你會有任何人的 .. 我以為你會有任何人的 RU的新會員 感謝RU的新會員感謝師姐謝啦 你剛剛被我那段演說給感動到加入會員了嗎 謝謝感謝謝啦 謝謝 謝謝 把武器都放在上 我以為是要有狂撞 把武器都放在下 不知能力的 不是不知能力的 把武器都放在下 不知能力的 武器都放在下 被主播感動了 謝拉